再来关心到长荣机市的罢工危机 在昨天晚上宣告解除了 根据了解 劳资双方从26号的下午开始 一连三天展开密集的协商 每一天讨论5到6个小时 最后达成了共识 更签署和平协议 工会承诺到2026年的5月31号为止 都不会再就这争议点来发动罢工 根据了解 双方争论最久的是加薪的幅度 长荣航空公司 即去年宣布飞行员将加薪1到1.1万到2万元之后 这回协商又在调涨正驾驶副驾驶等等 每个月至少1万元的薪资 有外界人士指出 长荣航空付出了其高成本 春节航空书运危机解除 长荣航空机市确定不罢工了 画下去点 14个开始 劳资关系是常常久久持续经营的 据了解机市工会长荣航空公司 劳资双方从1月26号下午展开密集协商 1月28号晚间8点半签署协议画下据点 连续三天都从下午协商到晚上 每天协商大约5到6个小时 近20小时的密集讨论后终于达成共识 机市工会坦言协商顺利 关键人物是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 26号起与劳资双方电话接洽 更亲自参与最后一天协商 最终机市工会与常柔航空达成四项协议 包含在去年底宣布调新后 这回又再调涨正负驾驶等 每个月至少1万元的薪资 外政津贴也承诺上半年度会进一步调涨 公司也保证除非营运上有特殊需求 否则不直接以政机师身份 禁用外籍机师 最后更签订和平协议 到2026年5月31号指 不再就上述三项的劳资争议发动争议行为 但如果公司明确违反协议内容 机师工会将不排除再争取权益 那当然让我们旅行业者还有旅客 选择的新的终于可以放下来 我们让公司看到了非营的价值 的确我们也值得公司拿相对应的薪资 来对待我们的付出 据了解协商过程 加薪幅度讨论最久 最终公司已定额加薪拍板 虽然魏达先前工会喊出的20% 但工会最终让步 而长绒航空公司继去年宣布 飞行员加薪1.1万到2万元后 这回协商再加薪 有外界人士指出长绒航空付出极高成本 但也成功化解这回输运危机 这台北综合报道